台中司法大厦您好 台中地检署您好 转接5660 请稍后 您好 您好请问陈志荣检署官在吗 不是 你是啊 陈志荣 我以为是男生的名字陈志荣 我是陈梁刚 那我听说管区说我那边有张鞠票 那我还不晓得是什么情形就来鞠票 这个让我有点压抑 而且我最近也常不常回来这里 昨天回来拿东西而已就来了 所以我们船里你没有过来啊 因为我没有收到 我真的没有收到任何的船票 我真的没有收到任何船票 因为 因为 因为我 我所有的状态是什么样 我竟然用email联络 因为我的船票 不管寄到哪里去都会出问题 只有寄邮政信箱那个是最安全的 你的户籍地是在遛归吗 对我户籍地遛归 对排除了 对排除了 对啊 那你现在住的住 我们有 住的住址 我跟你讲也一样 台中北区那里啊 对那里 我现在是回来拿东西而已 我很少住在这里了 我们不知道你 你 我们只知道你是两个地址而已 哦 我 我 北区地址没给过 我北区地址我从来没有给过 是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多出来的 现在你们有没关系 那 我再给你一个我现在绝对收得到的地址 起码邮局不会做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 我邮局 在台中市 Q票 那警察说你有去票然后呢 警察怎么说 警察 他走到我面前来啊 就跟我讲说 叫我回警察局一趟啊 叫我 叫我跟他们 要回地址 要把我带到地址署 对 那我觉得 但是我没有收到啊 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所以呢 他 蛤 那警察就放你走了吗 没有没有放我走 所以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人在外面 什么意思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跟警察走 我没有跟警察走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今天我这边家里事情处理完了 我才会去警察局 问解释是什么原因 然后我也要知道说 侵占到底是谁告我侵占 哎呦 我一问三不知 是啦 对 对 我只能更 如果你要问的话 告诉我 我只能跟你说 告诉人是谁 可以告诉人是谁就好了 不说的问题而已啦 就是注册的问题啊 哦对啊 那那个是诉说诈期了啊 那个 那个已经分案在高分 那个高检署在办了 那那你们这边 第六分局这边移送的 我觉得 不清楚 这是第六分局移送的 我也不清楚 他们之前有没有其他的案子嘛 因为警方他们移送的案子 我们就要处理啊 对那 没没没没没关系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一下 请你 我很乐意去做解释跟说明说 这件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那我也有相关相当足够的证据 可以说他们简直是公然抢车 我侵占完全不成理 而且而且你说真的 你注意看一下 我我我我讲了 我我跟你说啦 那你说你是要去跟警察讲吗 对不对 没有没有 都要去找警察 对但是我我今天 我觉得你这样子突然间 要把我带进地检署 我也觉得 你可不可以再寄次传票给我 麻烦你拜托你再寄次传票给我 然后我一定会过去 我不知道警方会怎么处理 因为依法我们就是 穿去不到 穿你不到就会发局票嘛 对但是如果说我没有收到 依照局票的部分 来来把你去提到地检署 我是劝你就直接来地检署啦 因为其实传话跟你警察到这边来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有啦警察会多一点工奖 他们会多一次加奖 就是送人会有两次加奖 如果你没有去警察局 那报到的话 他们还是会去抓你啊 但是不能撤回这个鞠票吗 因为我有跟你联络上了 然后我也告诉你说 我确定 依法上来讲 我真的没有联络上我本人 然后突然间就来张鞠票 这这这 有啊 我在我那个 我在我那个 法务部的那个 地址联系上面 我有自然人评证 租记改过 我也要记的地方啊 我不会去查 那个自然评证的那个地址 对那那那我现在 那我之前写的 写的地址 对小姐 那个那那 警察官 我我大概跟您报告一下 我之前写的地址 我都写 不是公司 就是写 呃 台中市合作邮政 250号信箱 那每次你们 那边发过来 只要是台中地监署的 只要是台中地监署 只要是台中地监署 嗯 都在这里 还要看 是要是台中地监署 的 是台中地监署的 那就是 写那样 那是台中最有点 我会想像是台中地监署的 博民主司监署的 那是台中地监署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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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